大家好,我是小颖,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道,又嫩又滑的猪肝,在饭店里要卖38块一盘,而在家自己做成本不到5块钱,做出来的猪肝口感嫩滑鲜美,不腥也不柴,连平时不喜欢吃猪肝的,家人都能吃上三大碗米饭,接下来跟着我的视频,一起来看一看具体怎么做的吧。 首先我们来准备一块新鲜的猪肝,把它对半切开,然后切成片,它的肉质细腻,入口时不会有粗糙感,给人一种柔和的感觉,尽量切得均匀一些,这样才能受热均匀,我个人比较喜欢吃这种薄薄的猪肝,如果朋友们喜欢有口感的,就给它切厚一点点。 全部切好,将它放入大碗中,倒入清水,没过猪肝,下手抓揉清洗,这样抓揉清洗,可以看到非常多的血水。 要多清洗几遍,洗到水变清,减少腥味。 再倒入温水,加入一勺食盐,搅拌均匀,食盐有起到杀菌消毒的作用,可以让猪肝清洗得更加干净,让血水更加充分地释放出来,浸泡10分钟。 接下来,我们准备清红椒,把它切成片。 切好后,把它放入盘中备用,准备一小段酸萝卜,把它切成小片。 加酸萝卜,加酸萝卜的话,能增加口感。 切好后,把它放入盘中备用。 再准备一把大蒜,把它切成片。 一块生姜,一块生姜,把它切成片。 再切成末。 准备几个泡椒,把它切成小段。 切好后,把它放入盘中备用。 10分钟后,我们的猪肝也泡得差不多了,水变得非常浑浊。 再准备蒜苗,把它切成小段。 切好后,把它放入盘中备用。 10分钟后,我们的猪肝也泡得差不多了,水变得非常浑浊。 用流动水清洗,不停地抓洗。 直到水变清,这样炒出来才不会有腥味。 清洗干净后,捞出来控干水分。 控水之后,我们将猪肝放入大碗中。 简单的给它腌制一下。 加一点点的食用盐。 一点点的白糖。 半勺的胡椒粉。 一勺的生抽。 适量的蚝油,将它抓拌均匀。 调料充分给它抓匀。 我们加入一勺的红薯粉。 然后再次给它抓拌均匀。 加红薯粉。 可以把猪肝表面裹着一层薄薄的粉。 猪肝就会嫩了。 抓拌均匀后,腌制5分钟。 我们简单调个爆炒汁。 加一点点鸡粉。 一点点的胡椒粉。 再来一点蚝油。 适量的老抽上色。 再加入适量的清水。 搅拌均匀。 平时在家,炒这种爆炒类的美食时, 一定要提前调制一个爆炒汁。 这样可以减少锅中的烹饪时间。 搅拌均匀后,先放一边备用。 接下来我们起锅。 加入适量的食用油。 把切好的姜蒜。 泡椒放入锅中。 小火慢慢地煸炒。 煸炒出香味和辣味。 炒香后,我们加入青红椒。 跟这个酸萝卜,继续炒香。 亲爱的朋友们,制作视频不易。 小英每天都会分享简单食用的家常菜。 如果今天这个视频对你有所帮助, 记得给小英点的赞哦。 或者留言转发一下。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 炒到能闻到辣香味了。 再把腌制好的猪肝加进来。 这里我们一定要开大火。 快速地给它翻炒。 将猪肝给它炒熟。 猪肝我们一定不要炒太老了。 不然口感就不鲜嫩了。 大火炒个一分钟左右就可以。 炒的时间太长,那口感就不好。 最后把蒜苗和芹菜加进来。 调好的爆炒汁也加进去。 翻炒一下,炒至断生。 即可出锅装盘。 一道简单的炒猪肝就完成了。 这道炒猪肝不仅色泽诱人,香气扑鼻,更是营养丰富的美味佳肴。 通过简单的处理和独特的调味。 猪肝的嫩滑口感与青红线椒的清香完美结合。 令人一事成主顾。 无论是搭配米饭,还是作为下酒菜,都会让人欲罢不能。 快来尝试这道简单又美味的家常菜吧。 相信无论是猪肝爱好者,还是平时不太喜欢的朋友,都能被这道菜的美味征服。 猪肝挑选时。 一颜色。 选择色泽鲜艳的猪肝。 颜色因为红褐色或暗红色。 避免选择颜色暗淡或发黑的。 二质地。 新鲜的猪肝质地,因坚实而富有弹性。 用手轻轻按压后,能迅速回弹。 避免选择软塌或有异物感的肝脏。 三表面。 表面因光滑,没有明显的伤痕,出血或斑点。 避免选择有损伤或血水渗出的猪肝。 四气味。 新鲜的猪肝应有自然的肉香味。 若有刺鼻的腥味或异味,说明可能不新鲜。 小贴士。 尽快烹饪。 买回来的猪肝应尽快处理和烹饪,以保持其鲜嫩的口感。 通过以上这些小技巧,你可以挑选到新鲜优质的猪肝。 为你的美食增添更多风味。 喜欢的朋友,记得点赞和收藏。 如果想吃但不会做,随时都可以找到我。 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。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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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